那我们继续上课 那后续着访的部分呢 老师就跳过去好了 让各位自己去研读好了 这个老师有做动画 一步一步的动画 各位可以自己参与好了 这个练习题也各位自己做 各位自己做前续追踪 中续追踪跟后续追踪 他的结果会是什么 老师打算 因为我们上课时间剩下几次 应该剩下一次而已 就包括今天还有两次 就下礼拜还有一次 因为6月3号是端午节 然后再10号是期末考 那期末考的部分 我想会改成两部分 期末考的部分会有一部分是笔试 一部分是上级考题 那就不完全是上级 那笔试的部分就是会考我们上课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举个例子 比如说给你这个练习题像这样 给你一棵树 那请你写出他的这个前续追踪 中续追踪跟后续追踪的结果 就是会考一些基本的这种观念 基本的观念 用笔试来考 那这样的话呢 能够确认一下 同学们对一些基本的观念 有没有清楚 然后会有一部分是写程式 所以程式会少一点 然后大概配分上会各占一半 一半一半这样 这样可不可以 有没有问题 没有没有问题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二元搜寻数的删除 我们已经教了怎么加入节点 然后怎么做traverse 做这个叫做走访 那接下来讲这个删除节点 那删除节点的话 基本上的路 两个入我 一个入我就是说 如果你要删除的节点 是树叶节点 所谓的树叶节点 就是没有 没有这个children 像这个像这棵树 它的树叶节点就是二十四十六十八十 这四个节点 这四个节点我们称为叫做leaf 就是树叶节点 它没有左指数也没有右指数 没有turen 那就直接删掉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删掉二十 那就直接把二十删掉 你找到二十之后把二十删掉 找到二十然后把二十删掉 那原来三十的左指数 是接二十的 那三十的左指数 就要把它改成 改成空指标 改成空指标 了解吗 那如果说你要删除的节点 有一个子节点 有一个child 有一个child 那只要将child的连结 给被删除的节点的parent 的节点的parent 什么意思 比如说你今天要删除三十这个节点 那三十这个节点呢 它有一个 它有一个 有一个child child的是40 你就要把这个40呢 给这个50 给这个30的负节点 因为原来的50 原来30是50的左指数嘛 那现在30拿掉了 那40就要变成是50的左指数 40就要变成50的左指数 那了解吗 那第二个入偶 第二个入偶 第一个入偶是 它这个节点如果没有 没有左指数 也没有右指数 就是没有children 那就直接删掉 然后它的parent 就改成指到空指标 那第二个入偶 如果说你要删掉这个节点 它有一个 有一个child 有左指数 或右指数 那你就要把它的child的连结 给 它的 给这个被删掉这个节点的parent ok 那第二个入偶 那第三个入偶比较复杂 第三个入偶是 如果你要删掉的节点 有两个指数 有两个指数 比如说 我们要删掉50这个节点 50这个节点 它有两个指数 它有40这个指数 也有这个指数 有两个指数的时候 有两个方式 一个方式 是在右指数 找到一个最小的节点 在右指数 找到一个数值最小的节点 数值最小的节点 那我们知道右指数 右指数都是比他大吗 对不对 认以50来讲 50的右指数 都是比50大 那在 他的右指数 找到一个最小的节点 也就是这个60 这个60 这个叫做 in order of succession successor就是比他大的 比他大的 比他后面 就是说30的后面 50的后面 successor跟随的 他了解了没有 可以从右指数 找到一个 他右指数里面最小的值 用这个值来取代 取代他 把这个60移上来 在这里 在这里 ok 他了解吗 在 在那个 他的右指数 找到一个 这个最小的 的节点 的节点 找到一个最小值的节点 把这个节点的值 来盖掉什么 盖掉你要删除掉的这个节点 ok 也可以什么 也可以从左指数 找到一个最大的节点 叫做in order of predecessor 来取代他 也就是说 你也可以 你可以找他的左指数 左指数只有一个 你可以把这个40拿上来 40拿上来 变成这样 所以 所以如果说你要删除的节点 他有 他有两个指数 你有两种方式 一种从右指数 右指数找到 最右指数里面最小的节点 来取代他 或者从他的左指数 找到最大的节点 来取代他 大家了解吗 有没有问题 那这个程式上面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切割来看 第一个我们要先找到 这个假设我们要从右指数 找到最小的节点 我们就是要 find in order of successor in order of successor 对不对 好 那怎么做啊 你一看啊 ok 以这个例子来讲呢 我们把这个数传进去之后呢 我们就是要想办法找到60 想办法找到60这个节点 然后这个韩式 然后这个韩式 我叫他 我叫他 mean value node 然后 这是我们传进来的节点 传进来的节点 以这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 这个是pr p 一直到这个50 ok 好 然后进来之后呢 我把我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node 我们来给current 好 这边我是叫current 所以这不用叫p 要叫current current current 知道他 自己找麻烦 应该直接就叫p 比较简单 好 我把这个数的节点 传进来之后 指定给p 所以p会指到这里 好 那接下来这个画有回圈 这是一个画有回圈 然后省略了 省略了这个左括号跟右括号 好 这个画有回圈的条件是 当我的p不是空指标 我写一个p 那就代表p不等于空指标 p不等于空指标 而且p的左指数 不等于空 p的左指数不等于这个空指标 那p等于p的left 所以各位看 各位怎么看 那一开始p 有没有 好 那接下来p不是空指标 p的left p的left 也不是空指标 对不对 我这边要写错了 等我一下 我要写错 应该是write 好 好 好 ade 这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我们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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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应该是这个才对 应该是 如果他的write不是空的 我就要往write去看 然后 等一下 没有错 OK 没有错 好 所以这个没有错 这个的意思是 今天如果说我要在50的 50的右指数找到最小值 50的右指数找到最小值 我必须把50的右指数的位置 传到这个函式 传到这个函式 所以呢 今天如果我要找到 这个50的所谓的 in order的 successor的话呢 我去必须把他的右指数 把他的右指数 就这一棵树 的位置 传给这个函式 所以这个传进来的话 这个p 这个p是指到70才对 p是指到70这个node p是指到70这个node OK 好 好 那我们说过 in order successor 它的属性是什么 是要在这一棵 右指数里面 找到最小的值 最小的值 也就是说 它怎么样 它有没有左指数 找到一个节点 这个节点没有左指数 没有左指数 那这个节点 就会是 就会是什么 就会是50 这个右指数里面 最小的节点 比如说这边 假设 假设这边 还有一颗节点55 那这个55 就是它的in order的 successor 在这个范例里面 是60 那了解吗 所以它的特性就是说 我在这个数里面 找到一个节点 这个节点 一直往左边找 一直往 从P 从P开始 一直往P的左边找 找到一个节点 它没有 左指数了 那那颗节点 就是我要找的 所谓的in order的succession 这有没有听懂 所以我们看这个层次 这个P呢 我们就会 我们要找50的 这个in order的succession 我们会把 这个50的右指数 也就是70的位置 传给这个函式 那这个P呢 那这个P呢 就会指到70 这个节点 P会指到70 这个节点 然后呢 接下来进入到这个回圈 当我的P不是空指标 而且P的left 也不等于空指标 你看这个P不是空指标 P的left 也不是空指标 那P就把它设成P的left 那P就会指到这里来 指到这里来之后呢 再回到坏有回圈的起点 P不是空指标 P的left怎么样 P的left不等于空指标 已经不成立了 已经不成立了 因为P的left是空指标 所以呢 就离开坏有回圈 把Preturn回来 把Preturn回来 所以我就知道说 这个 这个 这个右指数里面 最小的值 就是60的这个节点 这样了解吗 老师 老师请教一下 这个 外回圈里面好像 就是 不用每次都判断那个 P是不是空指标 好像就 只要判断那个 P的那个left 它是不是空指标就好 好 我看一下 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 它一进来就没有 就没有这个 就一进来 P就已经是空指标了 那这样子 可能就只要判断一次就好 就是一开始 就是要嘛就是 就是那个 你在呼叫这个函式之前 你要确定说 你是因为 它两个 那个两个 children都有 所以你才去呼叫 这个 这个函式 那要不然的话 就是你 可能函式第一 一开始要先判断 然后之后就不用再判断了 嗯 对 你讲的有道理 我想一下 因为这个case的话 是一定要有两个children 所以support 一开始进来的这个node 一定不会是空指标 所以node一定不会是空指标的情况之下 一开始我的p 可以不用判断 它是空指标 那p等于 可是如果说 你如果说 p的left不是空指标 然后p等于p的left p等于p的left p就不会是空指标 因为p的left已经不是空指标 所以你现在把p变成p的left 它已经不是空指标 那你就可以继续往下 按下一个那个left 对对对对 对对 对对 所以这个可以不用判断 应该是可以不用判断 好 可以省略一个判断 好 好 我们等一下可以再try一下 应该没有例外 好 那这个不错 这个地方可以省略 好 好 谢谢哦 因为老师在写程式的时候 有时候会直觉的先写 好 那有时候 像这种可以 这种redundant可以删掉的话 就可以省略一些时间 好 谢谢哦 我先把它框起来 OK 好 那这份问题 好 好 那找到了这个 找到了in order successor之后呢 我们删除节点的这个函式呢 也是用这个 也是用递回的方式来来写 也是用递回的方式来写 用递回的方式来写 会很漂亮 非常的比较这个简洁 所以我们看一下 好 我们可以呼叫这个 这个函式呢 叫delete node 好 然后呢 传进去呢 是这个 一个树 一个tree的这个 的这个root 树根 跟你要删掉的key 然后回传 回传是 回传是 那个 回传你要 这个删除的这个 节点 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 好 第一个 等一下 我再看一下 有时候太久 城市太久 OK 好 这个递回 这个递回一样 我们说递回很重要 是best case 这个best case 就是说 我传进来的这个 节点 如果是空指标 我就 就返回 直接返回 返回 这个空指标 好 那现在是 如果我要删除的这个key 删除了这个节点的值呢 是小于 目前 这个树根的值 那就是要往左指数去找 要往左指数去找到你要删除的值 所以我们就 就变成是我要呼叫delete node 然后把这个树根的左指数 传进去 还有我要删除的key值 有没有 然后如果我要删除的key 是大于我现在树根的值 大于我树根的值 那我就要往右指数去找 我就要呼叫delete node 然后来root的write 有没有 往右指数去找 OK 这个回传这个是什么 等一下再看 这个回传只要指定给root的left 然后如果是往右指数的话 它是要回传给root的right 好 我们来看 等一下再来trace alse alse就是说 你目前这个树根的值 等于 等于你要删除的key 你现在树根的值 等于你要删除的key 那这时候呢 你就要来判断 判断 这个 这个你要删除这个节点 这个树根 这个节点 它有没有children 如果它有 一个children 或者是no child 一个child 或者no child 有一个 没有 没有这个 左指数 或者没有右指数 或者两个都没有的情况之下 我们要做哪些判断 你看 如果它的left是空的 left是空的 然后呢 我就怎么样 我就把它的right 先暂存在temp right暂存在temp 然后把这个 我要删除掉这个节点 把它free掉 然后return什么 return这个temp return这个temp 这什么意思 假设你要删除的节点 它没有左指数 但是它有右指数 那 这个节点你要把它删掉 那你就要把它的右指数 把它右指数 接到哪边来 接到它的parent parent的 的这个 就是原来 原来它的parent 是原来 这个被删除掉的节点 它的parent是在他 它是指到他 现在换成这个parent 要指到他 所以你要把它的位置 回传回来 回传回来 所以它return这个temp 就是 那这个当这个右指数 如果有右指数的时候 要把这个右指数return回来 return回来的时候呢 它才会接给什么 接给 return给什么 它的这个right 对不对 OK 它会return回来 它会return回来 不管是return给root left 或者是right 那了解吗 如果这个 要删除的这个root 它的左指数是空的 我就把它的右指数 回重回来 相反的 如果它的右指数是空的 我就把它的左指数 先暂存在temp 然后把root free掉之后呢 把这个temp return回来 return回来 那这两个条件 这两个条件 这个条件 也适用在 没有child 对不对 假设它的left 是空指标 然后它的right 假设也是空指标 没关系 反正它的right 是空指标 它就是把空指标 回重回来而已 OK 要了解吗 好 这边会不会有点复杂 好 那再来最后这个 这边 好 这个这个条件 就是如果这个这个数 这个要删除掉这个节点 它有左指数或右指数 或两个都没有的情况之下 两个都没有的情况之下 都可以用 因为第一个条件 就可以适用在两个都没有 那第二个条件是 它有左指数 但是没有右指数 好 再重讲一次 第一个条件是 它没有左指数 它可以有右指数 或者没有右指数 或者没有右指数 也没关系 那第二个条件是 它有左指数 但没有右指数 好 那接下来 如果这两个条件都不成立 就是ELS 然后少copy到东西 等我一下 然后少copy到东西 对 少copy到ELS 这边少copy到ELS 我来没有秽动 要是以後 好 先等我一下 自己寫一寫 就覺得怪怪的 因為前面兩個Case已經return了 所以就是會到下面就不用再else 哦 對對對對 沒錯沒錯 這兩個是如果有 如果沒有的話就直接return了 那如果這兩個條件都不成立 這兩個條件都不成立 其實就是應該這邊還是要else比較好 對不對 應該還是要else比較好 如果不是這兩個條件 就最後這個條件 else就是說今天如果說他有兩個這個節點有兩個子節點 有兩個子節點的時候呢 我就可以先找in order的successor 就是幼指數的最小值 那幼指數的最小值呢 我就可以呼叫這個min value node 就剛剛我們講的這個函式 這個函式 然後找到之後 然後把他的值copy copy給你要刪掉的這個root 然後呢 就是呼叫delete node 再把這個值給刪掉 然後return root return root應該是 這裡 try一下 之前假設有一棵樹 這個 這個 50 40 70 60 80 好 所以一開始的話 這棵樹的話 就是 我們看一下 一開始的話 他的in order的話 就是從中序的話 就40 50 60 70 80 那preorder preorder的話 就是先拜訪自己 所以是50 再來是40 再來是70 再是60 再是80 那post order的話 就是先拜訪左指數 再拜訪 右指數 再拜訪自己 所以會是40 再是60 再是80 再是70 最後是50 最後是50 那我們現在 假設我們現在先刪除掉50 這個節點 好 刪掉50這個節點之後 刪掉50這個節點之後 會長成像這樣 那這樣的話呢 他的數 他的數就是40 中序就是40 60 70 80 那preorder的話 就是60 40 70 80 那post order的話 就是40 80 70 60 對不對 那比如說 我們現在再把 再刪掉一個 比如我們刪掉80 然後再刪掉80 就剩下 上面這一顆 上面這一顆 這顆的話 中序的話 就是40 60 70 然後前序的話就是 60 40 70 後序的話就是 後序的話就是 40 70 後序的話就是 對 對不對 好 再刪掉一個 70 那就剩下 40 跟60 3 掉60 剩下 40 3 掉40 就空了 就空 好 所以 所以程式碼應該要這樣 好 好 所以 我們再看一次 投影片老師會再修改 再修改 如果說 這個delete node 這個也是用递回來寫 如果傳進去的 這個節點是空指標 那就直接return 空指標 然後 如果是 你要刪除的key 小於 你現在這個樹根的 小於你現在這個樹根的值 那 就要往左指數去找 左指數去找 那如果是大於數根的值 就要往右指數去找 好 可以 好 那alse就是說 如果你要找 你已經找到了 你現在root的data 就等於你的key 那這時候我們就要看 這個節點 如果左指數 是空的 那我們就把 右指數的 右指數的值 要return回來 return回來 然後在 在return回來 之前我們可以 要先把它存起來 存起來 然後再把這個root free掉 再return 那第二個 情況是 如果右指數是空的 那我們就把左指數 那些存起來 然後free掉root 然後把這個左指數 回傳回來 else 就是兩個都不是 就是有兩個 左指數跟右指數 都有的情況之下 我要先找到什麼 找到這個 右指數 找到右指數 找到右指數 裡面最小的值 找到之後 找到之後 我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 右指數最小的值 這個值 把它複製給什麼 複製給你要刪掉的 那個root的data 然後 然後 再去 呼叫 delete node 把那一個 找到的那一個 從右邊 從右指數開始去找 找到你要刪除掉的那個 值的那個節點 把它刪除掉 那個 那個節點一定是 只有一個指數 只有 最多也只有右指數而已 不會有左指數 最後把這個root回傳回來 好 有沒有bug呢 我得仔細再看一下 沒關係 我們先 先這樣 因為這個程式 都是老師 這個 這學期 上課之前 過程當中 都有重新寫過一次 難免會有bug 沒有關係 如果你有發現bug 跟老師講 加分 好不好 好 那 聽那麼多呢 要做一點練習 要做一點練習 我今天改一下 這個 我們剛講過 這個刪除 當我要刪除一個節點 它有 兩個指數的時候呢 你可以在右指數 找一個最小的節點 或者在左指數 找一個最大的節點 來取代被刪除的節點 那請你修改一下 這個範例的程式 然後改成 從它的左指數 找到最大的節點 來取代它 OK 好 這個範例程式 老師有 放在Model上面 你們可以直接copy paste的下來 做修改 做修改 OK 這個給各位10分鐘 這個改一下10分鐘 就可以改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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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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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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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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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